真的是太激動了要喝杯咖啡 真的太生氣了 哈囉我是娜娜 今天沒有要來分享什麼東西 單純要來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題就是 買車勝選經銷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直接要拉回到9月7號 我公公幫我老公預約了四點上去看牙齒 那距離我們住的地方 牙醫診所算是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們就提早出發 直接在 十甲東路跟東英十五階的地方 就是路邊停車 然後 停車的時候後面只剩下一點點的空間就是 勉強一台車可以停進去的空間吧很勉強 我們去看牙齒 因為提早到所以就提早看牙齒也提早結束了這個行程 那後來牽車的時候發現 為什麼我們的車子後面停了一台休旅車 我就問我老公 這麼小的位置 他是怎麼停進去的 那不管啦 反正 後來就是我們發現後面被他撞到 就請了警察來處理 OK那個先生也是蠻有誠意的說他的保險會全權負責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9月8號禮拜天 我們告知業務 車子被撞 那他有請我先生提供一些東西 隔天9月9號禮拜一我先生去上班的時候順便去了一趟車廠 提供了三連單印章行照駕照 9月15號禮拜五 有預約了9月21號禮拜六要修車 9月25號要交回 那這段期間 921到925是我們出國的時間 我們要去韓國付上五天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說 不然就我們出國這幾天 反正你用不到車那就去修車吧 所以我們就在9月13號禮拜五預約了 然後也在LINE裡面跟殺戮廠的廠長 確認過 9月21號要簽過去修 9月25號要修好 請注意 這個部分是 廠長答應我們的 我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今天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不要跟我 就是 答應下去 那你答應我了 我理所當然會覺得 對 你就是會在這個時間內把我修好 好 然後接下來繼續講 9月21號禮拜六早上 差不多9點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 把車子簽去殺戮廠 然後我們兩個自己打公車回家 就是因為其實很近啦 9月23號禮拜 第一保險去拍完照 他還有把車子開去豐原廠喔 那為什麼要把車子開去豐原廠喔 因為殺戮廠沒有烤漆這個部分 所以他一定要把車子開去豐原廠 那 你沒有修 你沒有烤漆 你開去豐原廠幹嘛 對不對 對 就是9月25號禮拜三我們要回國的那一天 因為我們的班機是晚班機 回到台灣時間差不多是11點12點就很晚 所以早上的時候呢 我老公就跟廠長LINE 那廠長就用LINE的電話說 他沒辦法修好 他沒辦法修好 Excuse me 當初是誰說 會把車修好的 現在跟我說他沒辦法修好 重點是 他把車子拍照了 開去豐原廠 再開回來 那請問你把車子開去豐原廠幹嘛 你又沒有修他 我們家裡的人 有汽車這方面 就是從業的人員 那他們是跟我說 如果你認真想要修這個東西 不需要太久 差不多一個 一天或者是一個下午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老公就問他說 那我多給你一天 你有辦法修好嗎 常常說沒辦法 當初是誰 說 喔 我可以幫你把車修好的 然後 過去了整整五天 我把車子簽過去喔 過了整整五天 他都沒有修 然後再跟他說 多給你一天 你可以修好嗎 他說 沒辦法修好 請問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相信這個人嗎 你們會相信這個 Skoda他經銷商的 服務流程跟服務態度嗎 就是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一個原因 他沒有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把車子簽去了 但他沒有修 他沒有跟我說 對 就他只跟我說 他說我沒辦法修好 那 事情就要回到前面 前面是你跟我說 你可以修好 我才把車子簽過去囉 不然我神經病啊 我可以開車去桃園機場啊 我幹嘛 就是 把車子 簽給你 然後我自己搭 客運去機場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跟我說 不好意思 這段時間我可能比較忙 我沒辦法幫你修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再約別的時間去修 對不對 但是今天就是你答應我了 你要修好 所以我才把車子簽給你 但是過去了整整五天 你都沒有修 真的是超讓人傻眼的啦 因為他跟我說多給一天沒辦法修好 那我們就請他把車子 送回家 派人把車子送回家 那當天 他送回去的時候 還有要求家人 就我們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到家嘛 他就請我們的家人簽名 Cuse me 沒有修好是要簽什麼名啦 就是 不懂耶 整個流程超奇怪的 9月26號禮拜四 我們就有告知業務 要把單子拿回來 要把車子換成五全店修 9月28號禮拜六 下午大概一點多左右 我跟我老公就是想要小咪一下的時候 廠長打電話過來 那 電話的過程中 就有跟他說你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在是太誇張了 我們要客訴你 他聽到客訴居然在電話那頭笑耶 聽到客訴居然在電話那頭笑耶 他笑的聲音是我躺在旁邊聽得到的喔 然後掛掉電話之後我們就立刻打電話給Skoda的客服客訴 客服是說他需要兩到三個工作天處理 那到目前 10月2號我拍影片的當下都還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我不知道Skoda的處理態度到底是怎樣 那我今天分享的故事只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你們敢把你們的車子交給這樣的 經銷商交給這樣的廠長 負責嗎 五天內整整五天 如果你是說我等一下會放 我的車子的塗在這邊 受傷的塗在這邊給你們看 如果是很嚴重你說要很久 那我就算了 可是沒有很嚴重 重點好這些都不要講 重點是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不要答應我 今天就是你答應我了我才會覺得說 喔那等我出過回來我車子就修好了 沒有 我們家車子的那個傷痕還在 可以說 啊 去根 業務拿單子的時候 業務自己有跟我想說 真的太誇張了 它不知道 庄長的處理態度是這樣的 我必須說銷售端跟維修端是兩個不同的部門 所以他們的東西應該是沒辦法 資訊可能是沒辦法交流的喔 我在猜 那我覺得這樣真的很誇張 你今天Skoda這麼大一間車廠 進口車廠居然有這樣的人 這樣的經銷商 我想問一下你們敢買他們家車子嗎 你們敢就是車子有什麼狀況給他維修嗎 他到目前都沒有給我一個交代說 我們是因為怎樣怎樣怎樣才沒辦法修你的車 沒有 就是 就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 買車子真的要慎選經銷商啦 當然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還有其他事情 那其他事情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廠長啊這個經銷商好像不是很靠譜 但因為你已經買了你知道嗎 就覺得算了反正最後也弄好就算了 直到這件事情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答應做到的事情 你就不要答應啊你在幹嘛就是 就是很自信的說對我會幫你修好 結果沒有修好 然後再打他他說我沒辦法修 你現在是把我跟我老公都當傻子嗎 就是你講兩句話我們兩個就 喔好 或者是你覺得我們不在台灣 然後拿一張單子叫我們家人簽名 這樣就可以了嗎 我覺得 事情不是這樣做的吧 我覺得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耶 超級沒辦法理解的 我覺得啦 經銷商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 不管是什麼牌子的車子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樣子的情況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就是後續有任何的更新 我會再上來跟大家說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是娜娜下次見掰掰 掰掰